全台湾第一支由政府资助成立的社会甲组棒球队 今天在桃园举行了成立大会 桃园县长朱立伦宣布 这支名为桃园航空城的棒球队 已经找来非常强劲的教练团 希望将来能够成为社会甲组最强的一支队伍 替国家棒球发展来争光